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而一场平台盛会却引发了饭圈的大混战 倒是让人始料未及 自家偶像要来走红毯 出席盛典 高定装造粉丝们无法智慧 但给自家最好的牌面那是必须的 也是唯一能为偶像做的 为了能让心中偶像站在前排 为了哥哥姐姐的声量 各家都开始养铁背号 发起全体总动员 蒋真 一向颇不受饭圈待见的微博官微 涨粉飞速热不可言 不仅在网络平台上要给足偶像牌面 还要在盛典现场给予偶像最好的应援 那么如何取得入场券就至关重要了 而微博发布了关于微博之夜门票及邀请函的公告 正式声明不对外出售 转让赠予警方受骗 避免财产和精神损失 这该如何是好 办法只要去想总会有的 再难的事情也挡不住慢腔的热爱 这次微博之夜的冠名商是纯真 自然手里有着大把的资源 为给品牌造势 纯真也是拿出了独家的力度 转发微博 说出你对该盛典的深刻记忆 截至3月19日18点 热转前8名及热评前7名的粉丝将受邀前往盛典 这真是一时机器千层浪 整个饭圈炸了 各家都拿出看家本事 拼命转赞评 就目前来看 肖战家不愧是超级顶流 活粉是海量的 就算关注成粉丝在后 凭借人头的优势也是力压群雄 前排溢水的小飞侠 连官威都被压在下面 这就惹得众家怨声载道 说也不是肖战代言的 哪有跑到别家主动抢吃抢喝的 讲真 这个时候 谁还管你什么主场不主场 抢到票才是最重要的 品牌搞这个活动就是要带动人气 为品牌推广 流量越高越开心 小飞侠可是流量大户 品牌背地里不知道怎么乐呢 不过还有两天截止 看谁家能笑到最后 另外各家骑出手各显神通 不过是小飞侠拔的头筹 成了急火之地 讲真凭本事拿的 拿的坦坦荡荡 光明磊落 许久以来饭圈都显有这种热血激情的事情了 这种为心中所爱拼尽全力的感觉 真的很上头 不禁让人想起当年星光大赏的抢票行为 小飞侠真是为了肖战万众一心 百万级别的数据说来就来 才有星光大赏时最美丽的红海 当别家羡慕红海的壮美时 当似小飞侠那番感天动地的真心真意与真爱 话说回来 粉丝的抢票混战未尝不是明星实力的一场博弈 只有明星实力强横 魅力无穷 才能赢得海量粉丝真心真意的支持 归根结底排面都是个人评本是正的 明星越优秀 作品越给力 人品越出众 才得以吸引大批粉丝 粉丝从偶像身上汲取光热与力量 回馈社会与他人 成就偶像的影响力 令商业与社会良性发展 优质循环 这才是娱乐圈的发展之道 光明之路 物竟天则优胜劣汰 事所必然 只是如今在资本过歇下 优秀的人没有靠山 被屡翻打压抹杀 但无知无实 但听话的人却被捧上高台 资源横行 却一笑大方 好在朗朗乾坤公道自在人心 民心捧出了像肖战这样的优秀艺人 不枉努力之身 不枉赤诚之心 让普通人拥有了成长的可能 圆梦的希望 未来并非一片坦途 无备当努力前行 加油 真的被内宇整活的水平给逗笑了 一边骂你 一边嫌弃你 一边否定你 一边一边 但不妨碍 他们一边羡慕你 想成为下一个你 想得到你如今的地位成绩 和东野归吾恶意所写的人性 一模一样 丝毫不差 我就是恨你 明明你那么善良 我恨你想先实现了我的理想 我恨你优越的生活 我恨我当初如此不屑的你 如今有了光明的前途 我也恨我自己的懦弱 我恨我自己的运气不够 才能不够 肖战 不说家喻户晓 目前内域的当红艺人之一 露面就掀起爆火的关注度 无任何载体的情况下 刷脸 吸粉 仅仅是因为露面 然而本人却是无比低调 活动参加完再次隐身 可就算如此 我实在想不到 还有谁能像肖战这样 全方位的时时刻刻让人抓耳挠腮 且念念不忘 若不是亲眼所见 内域昭孝的花式晚尊 都不知道人可以精分到这种程度 第一个就是前几天发生的 《庆余年2》相关 看过《庆余年》这部剧的观众 应该知道 肖战在剧中的戏份并不吃重 就算是第二季增加角色的戏份占比 依旧是不能吸引肖战去出演的主要因素 笔者记得 肖战曾经在采访中说到 没有所谓的转型 或者专门去挑不一样的题材去挑战 而是这个剧本故事 人物本身感兴趣 才是接下来的主要原因 双面间谍 颜冰云这个角色 在一部46集中长的影视作品中 有效剧情顶多半小时 算是第二季推动剧情进展的一个重要角色 但每次都能在庆余年第二季 或者有相关话题中 带出来被剧粉和原著粉凌迟 很多网友吐槽 肖战演技不行 表情不行 只会瞪眼 身形不行 但不妨碍大家每次都盯着他讨论 这入心入骨的角色 哪怕是个戏份不足半小时的边缘配角 足以让观众念念不忘 且三年有余 连续被拒绝三年回归原班人马 却在第二季准备开机前 突然大反水 随之而来的是不敬业 涨片酬 毁掉了国产剧的连贯性 全部都来了 刹那间 我都怀疑 前三年吃的瓜是不是一场梦 热搜话题被置顶的热门中 指出肖战和其他几位配角团 因片酬不回归 别人不知道 但肖战在20年 以一天一百的彩排片酬 出演了殿堂集话剧《如梦之梦》 这是抹不掉的事实 所以 因片酬不满是子虚乌有 经不起推敲 第二个 是肖战米兰时装周所引发的蝴蝶效应 谁都没想到 这是工作邀请的行程 会有如此持久的超长脱位 依旧被内宇念念不忘 已经超越了简单的数据反馈 所带来的影响 而是这组数字背后所揭露的事实 第一 内宇奢牌待遇 第二 内宇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要说汇总做总结 肖战的粉丝并不专业 平常看工作室发布的内容 基本不看文案 直接跳过有高度 有内容 有深度的文案 直到黄龙 看肖战 可这些从来不影响被内宇 照葫芦画瓢的炒作业 嘴上说这看不上 抄得一模一样 哪怕是简陋曾经辱过滑 被丢掉的代言 捡起来照样要吹作 哪个CEO身旁 在这里就不列举了 第三个 微博之夜 距离举办的时间也越来越近 网上大热的人选肖战 依旧没有任何音信 但扛不住对他念念不忘的粉丝 和各路网友 与其说念念不忘 还不如说躲不过 King Dan连四界 以断崖式的票数稳居第一位 让想作弊的人都望而却步 这就是咱们内宇 你们说内宇斗不斗 精彩还在继续 已经能遇见微博之夜的当天 内宇有多精彩 一起期待吧